圆形大灯 仿充学设计 十三错误轮毂 倒车影像 玄景天幕 车内还是双联屏 竟然还有快充 几万块的小车都这么卷了吗 我身边这款就是最新亮相的极力熊猫mini 一款萌利无限的外观设计 来自于熊猫的设计灵感 这款车型在目前小型电动车中 也算是尺寸比较大的 长度3065毫米 轴距2015毫米 对比三维数据也能直观看出 尺寸要远大于其他进品车型 再加上它这种方方正正的造型 让它的空间更占优势 全系充200公里续航版车型开始 就标配了快充 这就让它在5万以内的小型车来说 就极具产品竞争力 纵所周知 碳纤维在国内是一种高级贴纸 所以贴在这顶上 还是让这个小车很有层次感的 再往下看 像这款配置车型搭载的是 15570 13英寸的一个小轮胎 造型还是挺萌的 像它的顶配车型搭载的是14英寸的轮毂 相比要于其他进品车型 目前搭载的145的胎宽 155的胎宽 能让这台小车高速行驶时的稳定感会更好一些 再来看一下车尾 像后博车雷达都是标配 下面我们就打开它的后备箱看一下 打开后备箱之后呢 在第二台座椅不放倒的状态下 这一块空间还是能塞上三四个小书包的 如果说需要空间拓转的话 也可以去把后排的这个靠背进行5分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呢 能看到座椅还是很平的 可以放一些行李进行搬卸 虽然这款车定位是不到5万块钱 但是我们看到车套内饰的设计 是一点都不含糊 9.2英寸的全眼睛仪表盘 以及中间8英寸的充控车机 也就是支持导航啊 语音互联啊 这些功能都没有缺席 而且UI还是比较大的 像这种上手的响应速度啊 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 下方这一块是空调的独立操作按键 也很明确 这种端乐感也很足 车 而且像这款不到5万块的小车 它也给你配备了两个养生器 而且养生器还挺有那种悬浮的造型 置物空间这块是非常的丰富 上方有一块贯穿式的置物空间 置物空间 下方置物空间 同时像这款车型 也是标配了主驾驶安全气囊 再来看一下座椅 首先这个座椅的设计 我觉得还挺有点复古的感觉 总体座椅的填充 在这个驾驭系小车里来说 算是比较舒服的了 头顶这里还标配了主驾驶的化妆镜 这款车的门板还是很大的 而且置物空间依旧是非常的丰富 下面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们来到熊猫mini的第二排 前排座椅是按照我1米75身高 跳我的驾驶桌子来看一下 由于它的车型长度尺寸百纳的 所以说它的车内空间 还是非常明显的 哪怕如此吧 腿部的话依旧有将近三指一个农余量 而且哪怕你身高再高的话 它的这个座椅后方是比较软的 顶上去也不会太疼 同时也能看到后排的两个座椅 也是具备二通座椅接口的 有一处细节 在这里提供一个12V的点烟器的点烟接口 当然大家可以说 把这里改成这个连接USB的充电口 会更加方便一些 同时像第二排 在前排的门板这里 也给第二排预留了一个置物空间 同时两边有一个细节 就是在这里一体住宿这里 做了一个小凹槽 便于我们第二排乘客 把胳膊稍微搭在这里 能更舒服一点 好这就是熊猫mini第二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最后结合售价来看 极力熊猫mini全系3.99万到5.58万的售价 全系四款常规配置版车型 以及一款春节定制版车型 值得价3.99万至5.58万元 我们也以直观的图表 为大家展现 120公里续航版车型 搭载20千瓦85牛米的低功率后置电机 电池包是9.61度 而200公里续航版车型 则搭载了30千瓦110牛米的后置电机 电池包大小也增加到了17.03千瓦时 且支持快充 如果你选择了200公里续航耐力熊版车型 但同样你还想要这么一套智能车机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定制化选择的 而这就是佳良今天为大家探店介绍的这款熊猫mini车型 极力熊猫mini 凭借其在3-5万价位级的小车中拥有大空间高配置 以这么一套呆萌的外观的话 它在小型电动车中还算是卷出了自己的特色 那么你会爱上这款熊猫mini吗 我是亚良关注我 带你探店更多新车